战里,至少相当于一名炼气七修士 因他们的武士刀上都沾有数百条人命 血气冲天,厉鬼嚎叫,夺人心魄 可相当于修士之力,便是寻常炼气七修士与之对战 都未必能赢 数百武士的前面,冲锋陷阵的是骑马的东宁猛将 这些猛将更加恐怖,胯下战马凶神恶煞 平素都是为给人血肉混合草料 格外壮瘦凶猛,镖匪体壮,自带嗜血 连猛虎也敢斗 而猛将自身,干脆以鬼面经兆覆面 跟自带扶桑神木派的神道之气 接受过西河女神的血气祝福 发狂起来,连筑基七修士都要甘拜下风 一人一马,疯狂冲锋,山崩地裂 后面是数百武士血量的长刀阵 当真让人头皮发麻 但叶璇却黑黑一笑 连原因我都不放在眼里 你们这些东营武士,哪来自信 走 叶璇一挥手 要救出龙地,时间紧迫 他也懒得一个个去杀 干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舟山,在虚空中徐徐出现 哄 静止砸向那群疯狂扑来的猛将武士 在远处观战的大明,脸色陡然一变 他已然隐隐感到 那从天而降的山峰 其中蕴含着恐怖惊人的灵力和威胁 若这座山砸在冲锋中的精锐军队中 将造成巨大的伤亡 他转头看向一旁一个黑衣袈裟和尚 这和尚,貌似是神道教常见的传教和尚 不显山露水,丝毫不起眼 但颇为英俊秀气 倒是与前些天入侵地势天的大欢喜天本尊 颇为类似 他邪义的眼眸居然栩栩张开 若任何人看到他的眼 都会大吃一惊 因他根本没有瞳孔 只有惨白的眼白 一颗硕大的眼白 骤然翻上去 黑夜中肯定吓死人 他死死盯着夜悬凌空而下的翻天印 虚空一指 用极其恶毒的言语道 遇鬼 啄 无鬼搬运 这传教和尚也是大有来头 负责祭祀西河女神的核心骨干 平素 他们这些和尚高高在上 轻易不会下树来 更不用说跟随每一个大明行动 这次也是西河女神被逼急了 为了给扶桑神木提供树肥 才一口气将扶桑神木派的和尚 全部派出到东宁岛各地 进驻各个大明身边 负责监督树肥计划执行 所谓树肥计划 那大明带猛将武士驱赶的 一眼望不到头的东宁百姓便是 那和尚使用了无鬼搬运树 只见虚空之中 渐渐形成了五个张牙舞爪的恶鬼 他们贪婪地吐着舌头 盯着下面行走的树肥 黑黑对视而向 在和尚一直地驱使下 这穷凶极恶的无鬼 猛然扑向了下坠的布舟山 他们要将布舟山 拦截在虚空之中 方便猛将武士赶到叶玄身边 将这赶于入侵到扶桑岛 干扰西河女神大计的奸细击杀 叶玄看到那扶桑神木和尚 居然驱使无鬼 来搬运布舟山 微微一笑 真是鼠犬飞日呢 那就让你们长长见识 他并不运起其他神通 任由无鬼飞驰而来 以背部扛起布舟山 试图搬运 那邪义英俊的神道教和尚 嘴角微翘 冷笑不止 近日 可是女神之上的主人 给我们注入了诸多大威能神通呢 我如今的无鬼搬运树 那真能搬山填海 就算你能飞来一座山 我也能给你运走 这神道教和尚 如今修为已经达到原因中品 使出的无鬼搬运树 只听阴风阵阵 鬼哭狼嚎 荡真不凡 昨日西河女神一天激战 便当场兵败如山倒 惨败而归 当即通过密法 向大欢喜天祷告 大欢喜天听闻此事 勃然大怒 不惜再次耗费极大代价 将自身修为通过虚空 硬生生降临在扶桑神木派 当然 这次他实在派不出分身 再来送人头 而是利用扶桑神木派 原本供奉他的各种祭祀 和尚 尽职进行魔器灌注 结果当场 便有上百个经受不起天魔的魔器 灌体和尚 暴体而亡 现场一片血肉模糊 如人间修罗场 但 能撑过魔器灌体的和尚祭祀 却瞬间功力大增 修为大尽 且都被魔器附体 变得更加嗜血疯狂 这位使出无鬼搬运树的和尚 便是其中之一 小子 敢对抗主人和女神 去死吧 谁知 他驱使的无鬼 在抗住不周山的一瞬间 便感到肩膀上猛然一沉 无鬼搬运树 居然 搬不动 扛不住 这就很尴尬了呀 给我抗住 扛住 那和尚一愣 翻起白眼 更加疯狂颤抖 整个人仿佛疯癫一般嚎叫 无鬼使出了吃奶的镜头 拼命扛住 那为额雄奇的不周山 只是略微一沉 便以泰山压顶之势 再次坚决稳定地压下来 无鬼与和尚 都使出了吃奶的镜头 但 丝毫拦不住 完全扛不住啊 这就很尴尬 大明的表情 也从对神道和尚的崇敬 膜拜 渐渐到震惊 绝望 一点点转变 终于 他发出了一声气急败坏的嚎叫 卡拉 停 可惜 被魔气附体的猛将 已然兴奋欲狂 冲到了不周山冲击范围内 叶玄嘴角微翘 好好尝尝吧 我的第七层翻天翼 他猛然一回首 不周山 狠狠坠下 轰隆巨响 大明的军队 连同和尚派出的无鬼 彻底被埋入不周山之下 鬼哭狼嚎 不断传来 周围那些表情麻木不仁 痛苦扭曲的土著之民 也被这异动震惊 纷纷抬起头来 茫然看着这里发生的战斗 人群的小女孩和女人 惊喜对视一眼 抱在一起 自从昨日夜里 周围大明便派兵到各个村镇 蒸发各种各样的民工 前往扶桑神墓所在地 但只见成群的人去 却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扶桑百姓便流传出一个可怕的传说 派去做民工之人 都是被献祭给扶桑神墓和女神 用来抵抗外岛中土修士的入侵 这女人也被蒸发 强制押送过来 第1016章 百鬼夜行超 阿基 谁无父母儿女 谁不是爹生娘养 谁愿意白白去死 夜玄 已然成为他们 活下去唯一的希望 那大明和僧侣 瞬间惊呆了 他们被不周山造成的恐怖破坏 彻底震惊了 眼前 已经是凭空多了一片巨大的山脉 而前一秒 这里还是一片平原啊 精锐的军队和武鬼 全部被镇压在山脉之下 夜玄嘴角微翘 他轻轻一抬手 不周山飞起 只留下下面一大片血肉 人 战马 盔甲 武鬼的血肉模糊 掺杂在一起 如同一大锅 撒了地上的肉汤 这一击 夜玄少说 也杀了数百精锐武士 猛将 武鬼 如此惊人的一击 夜玄早已不是那毫无修为的废物 而是拥有玄天至宝翻天印 攻击力之强 连化神修士都害怕的超级强者 一道道鬼哭声 从尸体坟墓中远远响起 一道道绿光 从人马尸体中漂浮起来 夜玄一挥手 无数绿光漂浮而起 涌入他的怀中 夜玄接到灵儿提示 击杀一名魔气猛将 可获得100点贡献值 击杀一名武士 可获得10点 击杀一名神道教僧侣 可获得300至500点贡献值 杀入魔的大明 可获得1000点 你刚才获得了3000贡献值 夜玄眼前惊喜一亮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哈哈 不枉我在翻天印上 投资如此巨大 他再次飞起翻天印 对那大明和僧侣丢去 都变成贡献值吧你 大明吓得连连后退 他乃是早就被 扶桑神木派控制的大明 在扶桑岛上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却不知道 西河女神和大欢喜天 乃是利用他制造血肉 怨气 利鬼的工具 那僧侣脸色大变 却对扶桑神木忠心耿耿 事到如今 还不忘了念念有词 突然 从血肉大坑之中 伸出一根巨大的树根 这树根囚禁如龙 根须发达 如同可龙取水般 将根须伸入血肉诗坑中 贪婪汲取着新鲜战死者的血肉 几乎一眨眼功夫 那些血肉便统统化作春泥更糊花 被这树根吸收殆尽 连丝毫血肉都不剩下 堪称高效环保污染 之后 那根须便徐徐缩回 不死的根 它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魔物 将整个扶桑岛 变成它的养料供给地 它的根须能随时随地 出现在扶桑岛任何一地 吸收死人的尸骸血肉 变成它的树肥 这种疯狂嗜血尽头 倒是与扶桑国颇为吻合呀 不过 叶玄此时的计划 乃是彻底斩断扶桑神木派 源源不断利用活人 输送往扶桑神木作为树肥 支援前线战斗的链条 这些被他杀死的猛将士兵 早已被洗脑 迟早会投入扶桑神木的怀抱 成为养料 能救下那些无辜百姓 便是一大胜利 叶玄不再客气 调动布周山 将那惊慌失色的大明 和神道教僧侣 一起送上西天 去给神木做了养料 他们也为叶玄 贡献了大笔的贡献值 叶玄对被解救的百姓一挥手 淡淡道 快走 迟了会被那树腰吃掉 虽然言语不通 但他杀僧侣大明 救人的事情 扶桑倒百姓自然体会到 立即纷纷磕头如蒜 感激涕零 然后匆匆分散逃走 那杨角便小姑娘 乃声乃气仰望叶玄 双手合十 说了两声阿里嘎多 便拉着同样一脸感激的女人 匆匆而逃 这东营战国乱世之中 人命不如狗 能逃得性命 便是天大恩赐 叶玄摇摇头 继续放开神识 搜索各处 他很快又发现了一队军队 正在压界百姓 丢下布州山 只是 这次他遇到的僧侣 修为道横比刚才的还高 光是看他穿着一袭黑色的袈裟 一副世外高人的派头 便与刚才年轻和尚大为不同 这僧侣应该得到了扶桑神木的报信 早有准备站在原地 断贺一声 待 邪门歪道 入侵我扶桑 看我白鬼夜行 他随即扯碎了一串念珠 念珠上108颗黑色珠子 大珠小珠落浴盘 纷纷落向地面 但 当第一颗珠子落在地面上时 马上天降一响 天色瞬间黑暗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 被士兵压界的贫苦百姓 瞬间吓得纷纷下跪 哭声震天 他们也不愿被作为祭品 献给西河女神 但面对如此恐怖的修为 他们又能如何 只能深深感到命运的无力啊 那108颗念珠 每一个落在地上 都摇身一变 化为一头厉鬼 至少高达三丈的厉鬼 原来 这位神道教的德道高僧 已然辗转扶桑各地上百年 收服收藏了各地最著名的恐怖厉鬼 制成了这么一串威力惊人的念珠 遇到夜玄这种强大的佛敌 他不假思索 直接使用了 这最强威力的压箱底法宝 祭出了最恐怖的白鬼夜行 白鬼嚎哭 凶利之气震天而起 108头恶鬼 成群结队 扑向夜玄 哼 佛敌 好好接受这白鬼夜行的恐怖吧 高僧抖立之下 嘴角冷笑翘起 他的修为 已然相当于 一味原因编峰修士 这白鬼夜行 便是灵狐狱等人前来 也要大敢头疼 不好应对 但 夜玄见惯了诸天大威能 还怕这个区区白鬼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 这就好比你游历世界 见惯了诸多世界小姐及美女 还会对村花念念不忘吗 夜玄撇撇嘴 干脆一挥手 挤出来真武焚魔剑 这把至刚至阳的仙剑 乃是专门克制魔物鬼物的道家至宝 且在夜玄如今剑修大成的神通之下 威势更加不凡 真武焚魔剑一出 白鬼瞬间尖叫怒吼起来 他们赶到灵魂深处的战力 恐惧 这简直如同热油锅中 泼入了一盆凉水 瞬间炸了锅呀 白鬼别管是多么强大的厉鬼 在真武焚魔剑 那威力惊人的九条火龙面前 简直如蜡烛欲火 雪人欲扬 那是马上惨烈融化 杀人无数的鬼气森森 在真武焚魔剑的恐怖烈焰面前 被焚烧得滋滋作响 一头接一头的厉鬼 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便直接人间蒸发 化为一道道飞灰 灰飞烟灭 叶玄手持真武焚魔剑 冲入白鬼夜行之中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叶玄打白鬼 如热刀窃黄油 瞬间将之击穿 那得到高僧 瞬间呆滞了 一旁的大明 武士 纷纷下的身体动弹不得 这是什么人 这还是人吗 难怪 就连扶桑神木 都如此恐惧 需要召集征召百姓去陷阱 这中土大陆的修士 果然厉害无比啊 叶玄猛然一挥手 翻天印化作金拔形态 静止飞向那得到高僧 擒贼先擒王 这得到高僧 乃是神道教派来的监工总督 最是死硬派 将他斩杀 这支敌军便可不战而拜 谁知 那得到高僧 却选择死硬刚到底 他怒吼一声 此人乃入侵敌修 是女神之敌 佛门之敌 一起上 大明也知道没有退路 也是穷凶极恶之徒 拔出血量武士刀 怒吼一声 三星 进居 数百上千猛将 武士 士族 纷纷疯狂 冲了上来 叶玄淡淡一笑 他熬战无数 浴血奋战 都是面对原因以上的大能 甚至是化神老怪们 如今与这些臭鱼烂虾打 简直不要太轻松 你们自己找死 还送人头 我能不要 既然你们人多 那就翻天印伺候 翻天印化为不周山形态 狠狠轰击 砸下 冲击 一波惨烈 但并不激烈的战斗之后 叶玄的眼前 已然没有一个能站立的敌人了 所有敌人 统统变成了尸体 又被树根伸出地面 将它们一一拉入地中 吞噬吸干 虽然远处的扶桑神木 貌似更加繁盛了一点 但叶玄冷笑一声 他已然又斩断了 这大树 一根输送养分的根须 看魔术 还能猖狂到几时 叶玄两次得手 便加快了脚步 他有心呼叫出更多的帮手 例如嫂嫂们 十二月神过来 帮助自己参战 加快绞杀各条输送链条 但没想到 消息传过去 却得到了南宫罩叹气回复 我们过去试图穿透防御 落在扶桑岛上 却发现根本过不去了 叶玄 南宫罩传音道 你上岛之后 是不是对扶桑神木 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此时 他已然不惜损耗极大神力 形成一道血色的防护罩 将整个扶桑岛罩起来 总之扶桑岛现在被彻底封闭起来 任何人无法穿透 叶玄心中一领 保护罩 自己刚落在扶桑岛上 此地便发动了保护罩 世界上 还有这么凑巧的事 叶玄不相信这么多巧合 叠加在一起 这背后 必然有极其深刻的原因 果然 他抬头看天 发现扶桑岛上天空中 覆盖着一层朦朦胧胧的血色 方圆三千里的扶桑岛 居然被一个硕大无比的保护罩 彻底覆盖 这保护罩上 流动血气 简直如一个硕大丑陋的血管流 但无论外面的人如何轰击 这一层保护罩都坚固无比 始终无法摧毁 叶玄能隐隐看到 偌大扶桑岛上 支撑着保护罩的 除了扶桑神木 更有至少十三道血色光柱冲天起 死死拢罩在天空之上 这是 陷阱 叶玄目光一寒 肯定是大欢喜天搞的鬼 哈哈 高处 突然传来了一声得意至极的笑声 叶玄抬头看去 只见一颗扶桑木 不是扶桑神木 是一种扶桑特产的普通树木 也很高大 的最高处 一个身穿红色 紧身忍者服的女子 正在冷笑凝视着自己 西子 赫然是西子女人 她嘴角微翘 如同猎人盯着落入网中的猎物 你以为 我扶桑神木派 已然日薄西山了 连你这种小垃圾 也敢渗透进来 叶玄淡淡道 你们还不是时时刻刻抱天魔大腿 要不是大欢喜天 你们能一夜之间 布置起如此宏大而恶毒的陷阱 以扶桑神木为核心 以扶桑岛上亿万生灵为燃料 以西河女神为诱饵 引诱我们深入扶桑岛 西子被叶玄夜的遗愣 收起笑容 正色道 你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依靠主人帮助 若是没主人的大力支持 我们绝技挺不过今天 但 她嫣然舞昧一笑 我扶桑神木派 原本就是主人的鹰犬 得到主人支持 有什么奇怪的 若没有主人背后力挺 我们也没胆量 背叛第十天 叶玄淡淡道 东海龙帝如何了 西子呵呵冷笑道 你现在还有心情关心她 她已经被作为扶桑神木的肥料 正在大量吸血 扶桑神木得到她的修为和血肉 已经恢复了两根主要树叉 第六根也在形成 我扶桑神木派 实力正在急速恢复 呵呵 这次你们围攻的图谋 彻底破产呢 叶玄默然道 没有了帝君 我们便灭不了 你这小小扶桑神木派 先从你开始吧 西子瞬间愣住 继而气急败坏道 你说什么 她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小贼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她明明已落入自己精心设置的陷阱 落入了重重包围境地 甚至连与外界的联系 也完全断绝 昨夜 扶桑神木派确实落入了绝境 气氛也极其压抑 连母亲西河女神 都感到十分绝望 提前告诉西子准备后事 但 连西河都没想到 大欢喜天主人 居然感知到地势天发生的激战 并主动降临意志 这无异于给陷入绝境的母女 注入了一记强力强心计 主人不仅耗费神力 魔气 贯注在扶桑神木上 并只是西河女神 争调扶桑岛上控制的所有大名势力 不惜一切将东营百姓献祭给神木 快速补充血肉能量 提升及时战力威能 主人更针对性发布神域 制定了对付东海龙帝 夜玄等的圈套和计策 这些计策 已经在东海龙帝身上大获成功 东海龙帝 惨遭扶桑神木捕获 并被疯狂吸血 西河 西子母女精神大振 已然看到了胜利的一次希望 信主人 给永生 第1018章 第六天魔王 恐怖大明参战 无所不能的主人 果然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但这个计划 也有个弱点 便是扶桑神木 需要大量血肉能量 才能维持如此牛逼的防御力 这需要扶桑岛的土著 源源不断陷陷阱 维持能量输入 若被联军方面发现 并落在扶桑岛上 切断血肉陷阱 则扶桑神木 将沦为三秒真男人 后继乏力 西子便受命专门射服 杀死任何登岛敌人 当赶知道有人前来 西子居高临下侦查一番 却大喜过望 不是别人 居然是那专门搞事的夜小贼 坏了他们无数好事的夜小贼 更让西子惊喜的 是夜小贼身边并没有多少力量 这是杀死他的绝好机会 西子迫不及待 启动了大欢喜天 连夜传授的防护阵法 巨大代价传送过来的阵法 拿主人原话 这阵法代价之大 足够买下一个 地势天这样的未免 由此可见 他拼死保住 扶桑神木派的决心之大 信心之大 西子冷笑道 我都服了你 不知道你哪来的秘之自信 一会我把你血放光 消成人棍 丢到树洞里做树肥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么高端的局 你这种垃圾小混混 根本不该插足进来 西子对夜玄最不愤的 便是这伙明明小垃圾 却能在这种高端局中 呼风唤雨 搞风搞雨 弄得他极度不爽 这就好比王者局中 混入一个青铜小学生玩家 还极其嚣张对你喊卖 大骂你会不会玩一个道理 谁碰上谁造戏 他就是不明白 这夜玄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地劝 那是天地 就是了不起 东海龙帝 也是化神中品的超级强者 西子也颇为忌惮 可夜玄 你是什么品种小垃圾 上 西子高高在上 冷傲如霜 双手抱胸 冷笑一声 夜玄的四面八方 同时响起了战马思鸣 人马思鸣 猛烈喊杀声 足足三个东营大名 带着三只恐怖的东营大军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对夜玄发动了猛烈的河围 每一个大名 都是东营岛上 最富有圣名 五名最烈 或者凶名赫赫的霸主 雄主 他们拥有的军队 不是刚才夜玄杀死的 那两个小大名可比 而是真正的千军万马 这其中 以号称第六天魔王的 知田信长居首 一左一右 分明是号称 封灵火山的五田姓玄 和战国第一兵的真田姓村 这三个人 在整个扶桑岛上 堪称传说级的人物 从智谋到个人武功 再到统兵核战能力 都是巅峰无上之选 知田信长面若关玉 面容阴沉 一挥手中 一把妖艺非凡的紫色武士刀 那是妖刀村正 传说中风锐无双 杀人是魂 每次出窍必须见血 否则反是其主的妖刀 知田信长鹤道 放 然而 知田信长的手下兵马 却纹丝未动 君荣壮胜 却肃立如灵 一声不闻 反倒是从后阵之中 徐徐走出一对队 头戴斗笠 手持黑漆漆 如烧火棍的火器的沉默士兵 那赫然是知田信长最惊人 最得意的种子导火器兵 知田信长并非第一个 将火器火炮 引入扶桑岛上的大明 但他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尖雄 战略眼光极其长远 再一次目睹了 敌人使用火器巨大的威力之后 他便不惜一切代价 将全部加业资产 一切宝都压在火器之上 从种子导 引入了最好的火器铸造技术 组建了极其精锐 大规模的火器部队 果然 在七日后 统一扶桑岛本岛的战争中 知田信长的种子导火器部队 发挥了决定性的巨大作用 三星 知田信长一声怒吼 同时妖刀村正上一道道 斜一万分的紫色光芒 冲天起 笼罩在这些火器斗笠兵身上 这妖刀村正 便是西河女神赐予知田信长 作为她听从神道教 供奉大欢喜天的恩赐奖励 但西河女神也没安好心 这妖刀村正之上 乃是大欢喜天的一缕分神 能汲取知田信长的生命力 并控制她的心神 传说中 佛家圣地比位山主持 曾经怒斥大欢喜天为邪神 并号召扶桑岛上天下抵制其的统治 抵抗其扩张 瞬间触怒了大欢喜天 在大欢喜天的受益控制下 知田信长疯狂率军讨伐比瑞山 在付出巨大代价 将其攻陷后 将比瑞山一把火彻底焚烧 连同比瑞山八千僧侣 以及不计其数的妇孺老人 统统烧死 一个不留 一夜之间 比瑞山毁于一旦 连同数万生灵被杀 知田信长也成为了扶桑岛上 捍卫西河神女 与大欢喜天的最强领主 被人敬畏 成为第六天魔王 知田信长疯狂怒吼下 数以千计的火器兵 整整齐齐劣阵 无数黑洞洞的口 对准叶玄 叶玄手扶额头 我擦 这西河女神 真会搞事情啊 这么热情欢迎我 三星 开火 啪啪啪 知田军火器军训练有素 分成三排 前排开火之后 迅速蹲下 第二排站起来开火 蹲下 最后是第三排站起来开火 蹲下的火器兵 快速装弹 等待开火时间 这在知田军被命名为三段机 能最大限度保证火力不间断 如同瓢泊大雨般的开火声 此起彼伏 直到响彻一片 东营知田信长军前 火药弥漫 久久不散 一瞬间 这支训练有素的知田军 已然用三段机方式 向夜旋倾泻了数万发子弹 虽然此时的火器还十分落后 且面对的可是修仙者 但所谓以多摇死相 成千上万的子弹 一起击火一个人 这人还不是原因以上修饰 那还是有极大把握 能将之击杀的 且在开战之前 这种子倒的子弹 都浸泡在大欢喜天 传授的一种特殊毒液之中 一旦打中修仙者 便能发挥出极其恶毒的毒性 便是原因修饰 也撑不住几发 知田信长 西子嘴角都冷冷翘起 尝尝扶桑的厉害吧 小贼 在他们的脑海中 夜旋已然是死人一个了 谁知 硝烟散去 夜旋已然不见了踪迹 第1019章 夜旋vs女人西子 不知道夜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怎么回事 西子恨恨擦拭着眼睛 睁大眼睛 试图将夜旋找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 西子仿佛锁定了什么 飞跃而起 一道苦雾电射而下 去死吧 那苦雾如同闪电般 瞬间电射到了地下 只听到轰隆一声 惊天动地巨响 足足数百丈方圆的地下 被炸得碎石蹦飞起来 这区区一个苦雾 威力直接炸脸 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 被炸了出来 全是夜旋 哼 小子 你居然掌握了变化之术 西子咬牙切齿 若非我精通认术 还真分辨不出你的伎俩 不错 夜旋破解枝田信长的 无敌火气战术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变成老鼠 若大家还记得 夜旋掌握三种 触及地煞变化 变叶小银 叶小鼠 和飞鸟 变成老鼠 能瞬间让夜旋打动 钻入地下 实施土盾 就算枝田信长的 种子导火气队 再怎么秒天秒地秒空气 也奈何不得 一只钻入地下一丈的老鼠 就这么简单 夜旋被炸出来后 倒也不如何傲恼 相反一脸笑嘻嘻 一道念诵咒语的声音响起 希子眼神一灵 他已经吃了夜旋不少苦头 特别夜旋在历次大战中 一次次精彩绝艳表现 已然渐渐让他知道 这小子的绝杀法宝 是一座神秘的山 这山还会千遍万化 各种功能 虽然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古怪法宝 但希子也知道 此物威力极其巨大 极其不好惹 夜旋的翻天心经 已经念完了 一瞬间翻天印的金拔形态出现 但这次金拔却没有攻坚杀敌 而是微微张开了一条缝 知田信长的火器兵 突然感到 那金拔中透出一股极大的犀利 手中的火器 顿时拿捏不住了 数以千计的火器 发疯一般 争先恐后脱离了火器兵的掌握 飞向夜旋的金拔之中 这是金拔的一种惊人神通 没收敌人兵刃 夜旋战术极其精妙 虽然火器是火药武器 但也属于兵刃的一种 也是金铁制造而成 那么为何不能用自己宝物吸走 更妙的是 这金拔吸收敌人兵刃的特效 与敌人的修为高低有密切关系 若是换成原因修饰的法宝 金拔还未必能吸得走 敌人个体修为越低 金拔的吸收兵刃便越容易成功 这神通最容易得手 威力最大的应用场景 便是应用在风神榜西游记三国战国 这种敌人极多 但个体实力不高 偏偏又能以多摇死相的 大规模战争世界中 于是 第六天魔王枝田姓长 只能目瞪口呆 看着自己巨子打造 精锐甲鱼天下的种子导火器部队 瞬间双手空空 万连猛逼 便成了赤手空拳部队 希子更是气得郊躯发颤 这三支最强大名军团 也是他精挑细选 精心给叶玄准备的杀招 想不到 第六天魔王的火器才开了一次 还都打在了空气中 便彻底被叶玄废了 这叶小贼 太监炸死鬼 武田姓玄 真田姓村 上 他背后 数以千计的赤甲巨族骑兵 背上分别插着风陵火山四字旗帜 便轻轻奔驰起来 一开始速度很慢 仿佛闲庭信步 但速度很快开始提起来 这是扶桑岛上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赤背铁骑 这支赤背铁骑 是武田姓玄争霸天下最大的本钱 也是整个扶桑岛历史上最强的骑兵 武田姓玄 信奉孙子兵法中的十六次战争奥义 骑鸡如风 骑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才给自己这支倾注必生心血的铁军 命名为风陵火山赤背铁骑 每一个赤背铁骑 都是杀戮无数 久经沙场的精锐老兵 他们带着红色的铁甲鬼面 身穿红色全身巨足 只露出一双冷冰冰 充满杀意的目光 手持风锐无双 血量冰寒的东宁刀 借着急驰而来的战马速度 能斩杀眼前的一切敌人 便是中土修士 赤背铁骑也可斩杀 在历次对中土大战中 只要西河女神需要 赤背铁骑便四处征伐 杀戮 掠夺 手上沾满了鲜血和人命 随着赤背铁骑的提速 整个大地都在微微颤抖 死吧 娄爷 西子又吹了一声呼哨 东营第一兵 真田姓村 也动了 他的形象 颇为类似三国赵云 手中一把神兵 乃是出神入化 杀人如麻 简直达到以武入道的地步 他轻快地在迈步 如同在草地滑翔 足不点地草上飞 谁能想到 此人已经凭着一己实力 达到破碎虚空 超凡入胜的地步 西子嘴角微翘 道 发 术 切 凡人也可超凡入胜 破碎虚空 以武入道 真田姓村 便是原音尚品的体修 也无法将其击败 他曾经一人 单挑一个入侵东营岛的 原音尚品 三天三夜 终于成功将其击杀 我东营岛 已经持续战国千年 涌现出的强者不计其数 叶玄啊 你今日必然死在这里 他也一跃而起 恐怖的化神下品神石 已经死死锁定了叶玄 叶玄若再敢施展地煞变化 或者玩什么其他花样 就会遭到西子的迎头痛击 别忘了 西子本质乃是忍者 且是化神器的女忍者 他神出鬼没 威力惊人的忍术 会让这叶玄吃不完兜着走 西子已然按捺不住澎湃的杀意 他向下猛然一拳 打在了地上 人 地心斩手术 一股暗流在暗暗穿行 却不见任何声音或者动静 唯有西子能看到 那忍术如同一条巨蟒 在上上下下 以恐怖的速度 悄然接近小贼 一旦那小贼疏于防范 露出破绽 此地心斩手术 马上会将他的头颅斩下 面对西子的疯狂功 是三管齐下 叶玄摇身一变 重新变回人形 他自然知道 以叶小鼠卖蒙 肯定躲不过这女忍三刀齐下 这么想杀我吗 叶玄微微一笑 一大优势 若是换了这次东海之行前 他决然不是西子的对手 但 叶玄从东海之行 捞取的好处实在太大了 实力提升也太大了 翻天印第六 七整整两块碎片入手 两层翻天星巾入手 还有数个惊人的宝物 底牌 以及七年闭关苦修 叶玄早已将这一切 融会贯通 整合了一个凝实无比的整体战力 他目光之中 燃烧着自信 平静 却不乏狂热吃颠的战意 是啊 我再一次确认 自己喜欢这种生活 喜欢这种冒险 喜欢这种刺激啊 虽然冒险要命 但我能从这一次次冒险中 得到天大的好处 西子 你一定会被我打败 秦娜 你丰满性感爆辣的身体 每一村都注定属于我的呀 我要征服你 从身体到心灵 不管你乐意 还是不乐意 你都难以避免 这种命运注定的结局 西子原本把握十足 自信满满 认定叶玄会如同猪罗般 被他猎杀 无意中 他瞥见了叶玄的眼神 顿时焦躯一颤 这 这人 怎么会如此看着我 他看我 仿佛我才是猪罗 我才是猎物 可 可恶 虽然叶玄一句话都没说 但此事无声胜有声 西子感受到 在叶玄充满清悦的目光面前 自己仿佛什么都没穿 被他一眼看穿 看透 心高气傲的女人 感到莫大羞辱 他银牙咬碎 小贼 我要教你做人 啊呀 他再次损耗巨大神力 一口气催动灵力 将地心斩手术 叶玄的人头 突然 叶玄又瞬间消失了 所有的急火攻击 统统没有了目标 赤背铁骑的突袭 只能茫然停下来 真田幸村的眼中 一直在稳稳积蓄的战役 也在瞬间清零 无奈地停下 士气这东西 一鼓作气 扎衰 三二姐 被瞬间停下来冻结的士气 要再鼓舞起来 就极难极难了 这下 连西子都想要吐血了 啊呀 他简直要抓狂了 这小贼太太太奸诈了 动不动就完消失 还能不能打了 他疯狂释放神识 试图找出叶玄的位置 但 没有用 叶玄仿佛凭空蒸发 彻底消失在人间 这让西子都大吃一惊 无论他如何释放神识 扩大神识范围 加大探索侦察力度 也难以找到一丝一毫的端倪 叶玄没有变成鸟 没有变老鼠 什么都没有 就连一草一木 西子都没有放过 但都没有 就在西子为之恶然 完全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声隐隐的翻天星惊 那是叶玄在催动翻天印 发动致命雷霆一击 天际之上 云层之中 一座无比巨大的山脉 隐隐巍峨成形 无数东营精锐士兵 目瞪口呆 这一幕 简直与他们崇拜之身的富士圣山 太相似了 布周山 叶玄悍然发动的 是针对大规模战争 最为致命 最有效的一招 就是召唤布周山 直接轰击 布周山 轰然落下 目标 赫然是迟出不前 陷入茫然的赤背铁骑 武田信玄第一时间 感到了致命危险 要从天而降 怒吼一声 跟我走 赤背铁骑 再次轰然奔驰起来 此时 他们不再像一群迅疾如风 组织严密的恶狼 反倒像是一群穷途陌路 狂奔逃亡的野路 这一切 都是拜叶玄所赐 西子气得尖叫一声 叶玄小贼 他终于发现了叶玄的所在 这小子 不知怎么搞的 居然无比猥琐地 出现在极远处一棵树后面 正在暗戳戳憋大招呢 西子猛然射出两道苦 闪电吧 射向叶玄 他已然知道 这次出动大军 强者围剿叶玄 是一招十足的败笔 叶玄对付超级强者 或许还力有不歹 但对付大规模的军队 绝对是游刃有余 千变万化 兵无常事 这才是叶玄最强点 面对西子的疯狂攻击 叶玄果断跑路 但翻天心经 已经念诵完毕 巨大的不周山 轰然落下 将赤背铁骑 已然彻底纳入了 翻天印的攻击范围 赤背铁骑 就算跑得再快 再怎么侵略如火 又怎么可能跑得过一座山 所谓望山跑死马 看这一座山不大 但轰击范围 绝对能毁灭一切 武田信玄 望着从天而降 越来越大的不周山 简直要抓狂 他满腹军掠 质迹百出 那又怎么样 叶玄采取的攻势 乃是降维打击 不周山 狠狠轰击在赤背铁骑的头上 顿时 人仰马翻 尸横遍地 赤背铁骑的战马 早已感受到神气 神山从天而降的天威 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 纷纷马逝前蹄 将上面的骑士掀翻下马 东营岛的赤背铁骑 只能以绝望的眼神 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大的不周山 将死亡阴影投射覆盖住他们 断绝他们的最后一丝生机 武田信玄仰天怒吼 小贼 你不讲武德 然而 一座从天而降的山 彻底将他的怒吼 淹没在冲天起的石块与烟尘之中 叶玄撇撇嘴 在战场上讲武德 你真是太真 还战国至江呢 越是强大的敌人 越是不能打对方习惯的节奏 赤背铁骑擅长突击 冲击 底牌 至江 对不起 叶玄根本不给他们打底牌的机会 直接灭煞 从不 逼逼 一波天崩地裂之后 赤背铁骑以死伤殆尽 变成一片血肉成泥 被埋入不周山之下 倒是方便 连埋都省了 武田信玄 在几个清醒的保护之下 勉强从碎石中爬出 他的白色军扇上魔光芒 闪烁 一看就是大欢喜天赐予的魔修宝物 故而能抗住不周山的轰击 武田信玄看着天空中的夜悬 红色鬼面之下 眼睛化作两团红光 咬牙切齿 贼子 我绝不放过 他一挥军扇 君扇上魔器冲天起 仿佛万千鬼哭狼嚎 似乎在召唤着什么 突然那些被砸死的赤背铁骑 猛然从死亡国度之中挣扎而起 一道道咒语 萦绕在君扇之上 第1021章 恐怖的化神妻女人 希子 无论人或马 原本已经血肉成泥 如今却在大欢喜天的 变成了一个个亡灵生物 歪歪扭扭站了起来 鲜血 依旧在一滴滴落下 但生命 已然从这些人马身上 飞逝而去 只剩下一个个血肉傀儡 武田信玄鬼灭后的双瞳 却充满嗜血疯狂 全然没有了战国第一至江儒雅风度 只剩下了被天魔驱使的狂野本能 阵阵野兽般低吼 好 好 转化为亡灵军团的赤背铁骑 不知疲倦 没有痛苦 沉默地向叶玄冲去 他们速度虽然不如之前 但嗜血疯狂 血气冲天 仿佛一群沉默的亡灵 只有一个意志在催动 人 顺应杀 夕子再次对叶玄发动致命一击 顺应杀 能在眨眼之间 来到敌人的影子之中 人 永远是背对自己影子 影子能轻易 从敌人背后 发动致命一击 真田信村也冲天起 他高高一脉 便踏破虚空 仿佛时空在他面前都不复存在 瞬间便穿越百丈 千丈 棍出如龙 尖如芒 眨眼便刺到叶玄的瞳孔之前 叶玄 瞬间又陷入了被围攻的绝境 他这一次 没有躲 而是冷静如冰 道心成名 一手拿起翻天印 一手挥动真武焚魔剑 突破驻击上品之后 叶玄心中 隐隐有一种预感 他的舞蹈 即将迎来一次巨大的突破机遇 过去 叶玄能力压群雄 甚至越级碾压强敌 依靠的主要是系统加机缘 说到底 就是挂逼一个 他开局便得到了天道灵根 比他人吸收灵气速度快万倍 继而获得了祖龙皇骨 锻造出比其他人更强悍百倍的肉身 玄天至宝都被他收集了一大半 叶玄便是依靠这些惊人的气运和机缘 超越同倍修为 碾压高阶强者 甚至一飞冲天 但 从道 法 术 气的层面上讲 他如今掌控的 无疑只算 气 也是最低一层 叶玄要变强 成为真正能与大欢喜天对抗的超级强者 一定要形成自己的舞蹈 那就是道的层面 就是以舞入道 依靠玄天至宝的气层面之上 要形成一整套技术 便是术 术之上 便是一整套行云流水 随机应变的核心战法 便是法 在法大量的实战积累之上 百炼成钢 找到顿区的一 进而探索整个宇宙的规律道则 才能领悟真正的道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得很 但知意行难 真正能领悟到的人 凤毛麟角 根据叶玄观察 便是能精通术的人 都极少极少 今天 在处于绝对劣势之下 叶玄要以 战斗为魔刀石 魔力自己 开启五道新纪元 唯有绝境能压榨他的潜力 让他如同戒御塔之中一样 疯狂释放自己的最后一丝潜能 樊天硬呼啸而去 在空中化成金拔 越变越大 锋芒毕露 瞬间展向真田信村 真田信村脸色大变 神情凝重 一斗神兵 神兵唬笑龙吟 与金拔来个硬碰硬 撞 真田信村吐血倒退 足足二十多步 但他的脸上 却闪现一丝惊喜 因叶璇被女神定义为 入侵邪神 他能硬吃这邪神一击 便是惊天之功 谁想到 金拔的攻势 却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 反而越打越猛 越战越勇 叶璇越是使用这宝物 越是喜爱 金拔这绿牛蛮王的传家宝 乃是攻击力最强 攻击频率最快 斩获人头最多的宝物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金拔一秒钟 数十下的疯狂攻速 就是他斩杀强敌的宝障 一击之后 跟着数十下同等威力 甚至更强的可怕攻势 挡住一下 不算什么 能吃下数十下同等攻势 才能躲过一劫 这根本没有可能 真田信村笑容犹在 转瞬之间 又看到金拔 飞快攻了数十下 他的神兵 根本抵挡不住 寸寸绷减减 破 真田信村 被金拔撞在胸口上 吐血飞起 胸骨坍塌下去一大块 劲得气少 出得气多 眼看不活了 武田信玄的赤背铁骑士兵 也冲到夜玄的面前 夜玄使用真武焚魔剑 一击迎头斩下 九条火龙 瞬间喷涌而出 且在夜玄突破 助击上品 更加强大灵气的 疯狂加持之下 真武焚魔剑攻击 更加持久 火龙更粗大 焚烧邪魔威力更足 一眨眼 便数十个士兵铁骑 被焚烧成灰 鬼物士兵 七力嚎叫 此起彼伏 但形势 比之前更险恶 更多的士兵 蜂拥而上 数十把血量 封锐武士刀 斩向夜玄各处要害 他们活着 没能碰到夜玄 死也要伤到夜玄 更雪上加霜的是 夜玄的脚下阴影之中 一个狭长的鬼影 如毒蛇土性 悄悄伸出了一刀利刃 希子 化神妻女人 无孔不入暗杀者 这才是真正的杀招 什么大明铁军 什么绝世武将 都是掩护希子 完成暗杀目标的诱饵 夜玄将底牌 用在他们身上 希子便趁虚而入 他要一击突袭 将夜玄偷袭杀死 顺应杀 夜玄似乎敏锐感到危险 在挥动真武焚魔剑 狂砍赤背铁击 极限辗转腾挪之间 居然还能如同舞蹈一般 浑然天成 扭动身体 躲过了希子 志在必得的一击 希子心中冷笑 根据情报 这夜玄似乎同时 是从雌行进斋和奎英派 修炼体修天魔大法 和剑修雌行间点 这极限躲闪 应该是天魔大法 貌似还是极高断位 夜玄天魔大法 早已修炼到了 前五古人二十二层 将欧爷子圆圆甩在身后 连祝容都经常莫名 不过 若以为这么轻易 就躲过我袭击 你就太小看我扶桑人数了 隐隐突然从一变为三 三道鬼影 同时诡异灵力 利刃扑向夜玄 这才是顺应杀真正的奥义 一个人的影子 可以分裂成 无限多的戏长影子 而每一个戏长影子 都能杀人 希子此时的速度 只能用电光火石来形容 忍术本是小道 却被他精雕细琢 田螺中做道场 修炼到化神境界 吓得功夫之身 可想而知 真正将每一个细节 都做到了极致 第1022章 日缅号角 打爆强碟 真正将每一个细节 都做到了极致 这三道鬼影 每一道都蕴含一丝天道 浑然天成 犹如三个爵士刺客 配合天衣无缝 要合力刺杀一个夜玄 而夜玄 还要面对转化为 亡灵生物的赤被铁骑的疯狂袭击 斩杀 就连重伤捶死的真田幸村 都不顾伤势 嚎叫着命令身后的精兵强将 向夜玄猛扑上来 扶桑人的疯狂嗜血 在这一刻体现淋漓尽致 为了神道 为了心中的神 可以不惜一切欲碎 夜玄瞬间感到了死亡阴影 已深深将他笼罩 他回想起之前的危险预感 苦笑一声 我这预感 还真是准确啊 但 夜玄的眼中 反而闪过更灵力的精芒 这种绝境 反而比以往的战斗 更能激起夜玄斗志啊 渴望胜利 渴望实力 才能更快地进步 他发出野兽般雷霆怒吼 一道光芒闪动 天魔大法第二十二层 极限闪避 顺应杀 第一道落空 被夜玄成功躲避过去 吸子眼中寒芒一闪 第二道 成功刺中夜玄右腿 利刃如毒蛇之牙 撕裂了肌肉 第三道 更是成功刺中了夜玄脖子要害 鲜血如泉涌 夜玄动脉被割断 割割割 吸子得意地笑声响起 这美艳的女人 凑到夜玄的耳边 近在咫尺低声道 怎么样 被我放血 感觉如何 我可不会一刀了断了你 我会把你的肉 一片片切下来 千刀万剐 相信我的技术 你不挨一千八百八十八刀 绝对死不了 换个人 此时已考虑后事了 但夜玄的眼中 却熊熊燃烧起 更加炽热百倍的战役 屁话多 我在等你啊 夜玄的手心一翻 一件金色之物 已然出现 日缅号角 此物一出 连刺中夜玄脖子 自认为以死死拿捏 对手小命的 妻子女人 都忍不住尖叫起来 她本能感到 此物对自己的 克制作用极大 简直是克星 夜玄飞快呜呜吹响 日缅号角 一股盛大惶惶 如出生太阳的光芒 从夜玄身上 陡然射出 她庄严宣布 我指定 召唤物为太阳形态 夜玄的身上 光芒大作 如同太阳蓄日东升 猛然撕破 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 将光明带到了大地 波洒万物 那么 近在咫尺的 顺影沙 就悲剧了呀 这是赤果果的碾压 妻子女忍淒厉的惨叫声 冲天起 啊 太阳 你怎么会有此物 怎么会 妻子双手无脸 眼睛已然彻底 被陡然出现的太阳灼伤 完全失明 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她之前使用顺影沙 乃是转化成阴影状态 只能存在苟活与阴影之中 这一招 与黑暗为伍 与黑夜为友 若是放在黑暗环境 或者夜里使出 乃是神迹 但 这一招的弱点 便是怕光啊 有光的地方 就没有阴影生存空间 何况 夜玄针对性 直接召唤了一个日出来 太阳对阴影的杀伤力 灼伤力 还有那心理上的冲击力 简直太大了 一瞬间 便彻底完成了 对妻子的绝地大翻盘 妻子也算是化神下品 严格说 夜玄日缅号角召唤出的太阳 也不过化神下品 可惜 由于属性和招式 妻子被彻底完爆 比他更惨的 是向夜玄疯狂冲锋的 各路东营大军 那已然转化为 鬼屋的赤背铁骑 就不用多说 瞬间连人带马 灰飞烟灭 就算是修为最强的 武田信玄 也瞬间变成了一尊火神 连人带马 灼烧起来 这次到真无愧 与赤这个名字 那绝必是火焰中 走出来的骑兵 帅得一逼 只可惜没走几步 便有一阵风吹过来 化作一阵灰 灰飞烟灭而去 一代至江萧雄 武田信玄 被夜玄飞回羊了 临死之前 火焰熊熊之中 只见一个红色鬼面人 从火焰中极为不甘 伸出一只 同样烈火熊熊的军扇 发出魂不似人的呵呵声 犹如烈焰地狱中 走出的魔鬼 可惜 武田信玄本人 也坚持不了太久 从他的脚 腿开始 身体一点点化为灰烬 迅速蔓延 只剩下了一只手 一只握住 烧烂掉军扇的骷髅手 终究 尘归尘土归土 比武田信玄 差不多的 是真田信村 他带着一只大军的眼前 出现了一轮红日 尽管扶桑岛的象征 便是蓄日东升 但太阳骤然出现在眼前 依旧让他们惨叫连连 满地打滚 双目被烧毁 血面如鬼 唯有真田信村 手急眼快 勉强用手臂隔 挡住了烈日灼烧 这 这是什么力量 此人 简直比之前 所有攻打的力量 还要猛烈 连站在远处 冷冷观战的 第六天魔王枝田信长 都难逃被目盲的下场 呜 可恶的入侵者 连我也中招了 叶玄只用了一招 日缅号角 便彻底便被动为主动 将一面倒的绝境 马上翻转过来 这底牌之强悍 不愧是救下 天地地君的性命 赏赐的重宝 连叶玄都为之折舌 他虽然得到了 长西女神指点 知道 日缅号角 乃是地君仓促之间 来不及细想 随手拿出的一件质宝 但道听途说 终究来的浅 哪有现场目睹了 日缅号角 这一下狠得来得深刻 整个战场 瞬间变成了一片 血与火的地狱啊 召唤出一个太阳了 这绝大的范围和杀伤力 便是相当于 弱化版的大日如来法乡了 且这是持续召唤物 叶玄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战斗力丝毫不受影响 这才是日缅号角 真正厉害之处啊 叶玄大杀招一出 马上摆脱西子顺影杀刺杀 立即抡起翻天印 狠狠给了处于 目盲灼伤状态的西子 一击狠的 此时的翻天印 已经集权往西封神大战时的 七成碎片 自然也恢复了一丝 往西诸仙灭神的恐怖神威 碰 一击沉闷的轰鸣 西子已然被叶玄一击打飞了起来 这心狠手辣的女人 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叶玄自然不会联系这朵娇花 一波 直接带走 西子惨烈尖叫着 两颗牙都脱离口腔 被叶玄翻天印的重击 直接打出来 这便是叶玄的厉害 或者说翻天印的无敌 一击 教你做人 第1023章 小垃圾 你玩不起 叶玄并不善罢甘休 瞬间追杀而至 趁你并要你命 此时不过大战果 疯狂追杀敌人 更待何时 叶玄一眨眼功夫 又到了西子的面前 西子依旧处于目盲状态 可见任免号角的威力 真的恐怖无敌 几乎是全面控场 叶玄再次痛下杀手 狠狠一锤 十兆一惊的翻天印 便砸在西子的脸上 西子娇嫩美艳的脸蛋上 瞬间红肿如猪头 整个人也瞬间 如流星般下坠而去 狠狠在地上 砸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大坑 叶玄不依不饶 飞驰而来 要不是西子反派 死于话多 非要咬牙切齿 在他耳边 逼逼半天 叶玄早就断了气 他才不会犯对方的错误 那么只有沉默的呀 打打打 直到将你打回老家 送下地狱 才会对你说一声三有奶了 但叶玄的重击 这次终于落在空处 大坑的底部 什么也没有 西子已然逃顿而去 叶玄的重击 将地面砸得狠狠摇晃三下 西子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该死小贼 这是父皇给你的吧 这其中 还蕴含着我亲弟弟的一缕 太阳惊魄呀 你刚才打我打得好狠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会用忍术教你做人 忍 吐龙斩手术 现场 就再也见不到西子的踪迹 叶玄微微一晒 切换召唤模式 转化成三足金屋 那一轮化神下品的烈日 瞬间化成了一只三足金屋 三足金屋 乃是帝骏的象征 在很多原始壁画中 帝骏便是一只鸟的形态 事实上 在上古明文之中 三足金屋飞翔在天上 仿佛发现了什么 猛然俯冲而下 哄 如同金雀制导导弹一般 狠狠撞入了夜旋身后 百余米外一处土包之中 巨大的爆炸 随即爆发 威力多大呢 对 就是昨日西河女神 用来攻击地郡的压箱底招式 三足金屋自爆 将堂堂天地 炸得愈先愈死 灰头土脸 仓皇逃命的那一招同款 土包瞬间被掀翻 里面隐藏的一条黑影 凄惨无比 凌空飞舞而来 不是西紫女人 又是哪个 至于什么人 土龙斩手术 自然统统烟消云散 夜旋拎着翻天印 上去就打 我反手就是一个翻天印 再轮一圈 西紫女人本就红肿的脸上 再次惨遭蹂躏 被打得血肉模糊 真的成了猪头女 她气急败坏 嚎叫道 你 你这是什么招式 为何我这忍术 会被你玩爆克制 夜旋淡淡道 因为我消除完得好啊 呸 是因为这日缅号角厉害啊 我只是吹响这号角 召唤出的太阳 便可狠狠约你 召唤的大鸟 更是能让你愈仙愈死 哈哈 我没说错吧 对于这种打了女人 还嘴上占便宜的混蛋 西紫气得要发疯 但她身上的伤势 确实太严重了 之前被夜旋暴打一顿就不说了 光是刚才那头三族金屋 如同制导导弹般 狠狠钻入地下 对自己进行精确制导打击 便将她几乎轰出心里阴影来 她一条胳膊都断了 西紫女人这才知道 她那身为堂堂天地的父王 为何对三族金屋亲弟弟的自曝 为之如虎 连夜跑路 这威劣 实在太大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夜旋看着花容惨淡的西紫 心中缺乐开花 狂喜连连啊 这日缅号角 真心牛逼啊 两个战斗形态 太阳形态能普照战场 相当于大日如来法乡 阳光普照的弱化版 但对于西紫这暗杀型女忍血肉 尸溃阴邪厉鬼等畏惧阳光之物 具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对于普通的人形怪 更不亚于一颗战场原子弹 三族金屋 适合单体攻击 但速度更快 特别是我刚刚受到西河女神启发 用三族金屋 作为精确制导导弹 对敌人 BOSS个体 进行精确制导打击 威力简直逆天啊 这两个形态 能极大丰富我的战术手段 让我战术选择 更加复杂多变 我才只拿到一天 肯定还有更多功能供我探索 以后要多多研究才是 帝君那老铁公鸡 之所以给我此物 也是被我逼得走投无路 当时他乃是远征而来 身上必然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品 根本没有垃圾装备 若是按照他尿性 回头再赏刺 多半不可能 给我如此珍贵宝物 叶璇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一边对着西紫扑了上去 西紫伤势严重 胳膊都断了一根 浑身是伤 气得火冒三丈 眼前这小贼 明明实力不杂的 偏偏手段多如牛毛 且都是自己预料不到的高级货 弄得自己这化身修为 如此狼狈不堪 西紫深望了叶璇一样 仿佛要将叶璇 捐刻在心头 冷冷到 今日便放你一马 叶璇已然扑到他面前 翻天硬抡起 狠狠一击 砸在他头上 别走啊 才有点乐子 怎么就跑落 然而 那女人 已然化成一段稻草人 落在地上 人 替身障眼法 叶璇催了一口 小垃圾 你玩不起 他大踏步走向战场 该好好收拾一下 其他参战的东营大名了 值得一提的是 那日缅号角 强大的太阳 三足金屋 一旦召唤出来 无论是否死亡 在至少十二个时辰之内 不可能再召唤出第二个 这是叶璇从长溪处听到的信息 长溪还说 日缅号角召唤结束后 将之放在太阳之下 可以充能 十二个时辰之后 便可恢复微能 再次响应召唤参战 叶璇既然付出了一定成本 自然要从这些大名身上 连本带力收回来 此时 真田信村一跃而起 神兵如龙 眨眼变到了叶璇的面前 这东营第一兵 也是投铁得很 连西子都被叶璇打回去了 他非但不退反进 硬扛叶璇 叶璇嘴角微翘 一个滑步冲拳 狠狠迎上真田信村 那就 站吧 知田信长也拔出妖刀村政 带着他南征北战 杀人无数的知田军 血气冲天 猛然冲杀了过来 一场殊死搏杀 就此大规模爆发 第1024章 今天真是 我喜欢今天 东营方面 足足数万人的军队 还有妖刀村政的 第六天魔王知田信长 以侮辱到的东营第一兵 真田信村统领 另一个方面 只有叶璇一个人 但叶璇却甘之如疑 这种低难度 开无双疯狂暴兵 杀人如割草的场景 是叶璇多少次梦寐以求啊 他的翻天印 简直太适合这种战场了 叶璇简直开了战国无双 翻天印每次记起 都会带来成百成百的斩杀值 将数之不尽的敌人 送下地狱 成片成片的尸体上 一道道绿光浮起 又飞速化成珠子 飞射到叶璇的怀中 叶璇不断接到提示 你杀死了一名 被魔戚入体的东营战国猛将 获得300点贡献值 你杀死了一名 魔戚控制的战国武士 获得100点贡献值 这些消息简直刷屏 让极度缺钱 借钱打工的系统 射出叶小贼 简直要热泪盈眶 煽然泪下呀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还是一本万里的疯狂大发财呀 今天真是我喜欢今天 更不要提 叶璇的空间之中 一阵阵猛烈的咆哮突然响起 接着是如同二哈一般的抓闹声 喂喂 正在杀人如麻 享受战斗过程的叶璇 无语道 你干嘛 吼吼吼 某个怪兽在咆哮 急不可耐的心情 如同一个星期 没有出门撒野 只能拆家的二哈 叶璇撇撇嘴道 可 我难得正爽眼 这次也用不到你 不如你先睡一会 好 对方非但不领情 反而撅起屁股 向叶璇放了个屁 以示抗议 叶璇 吼吼 既然打工人急于求战 想要加班 那身为老板 也不能打压员工的 996加班热情不是 毕竟 996是福报啊 叶璇只好如他所愿 将他释放了出来 此时 手持妖刀村正的枝田姓长 与战国第一兵的 真田姓村 对视一眼 眼神之中 都有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炽热战役 这入侵的邪神 虽然打败了西子小姐 但个人实力也不过如此 真田姓村信誓淡淡道 他刚才祭出太阳 那一招威力虽大 但显然不能短时间再召唤 我们可趁机将之打败 若能完成 西子小姐都完不成的任务 那我们在女神面前 将荣宠大增 枝田姓长 也邪忙大胜 两人都相当于 原因上品修为 感到叶玄虽然强悍 但也没有强到 他们完全应付不了的地步 搞不好通过人海战术 以多咬死相 还能将叶玄一口气压死 抓住呢 那就彻底发达了 三星 枝田姓长 手中妖刀村 正一辉 从极远处 居然又又又出现了 一路规模巨大的伏兵 光是种子倒火器兵 就有足足上万之多 枝田姓长冷笑道 蠢货 你以为我东营无人 我打老了仗 自然懂得战略 预备对的重要性 你如今身负重伤 弹尽圆绝 还不给我死去 他妖刀村正上 爆发出一道道 斜易紫色之光 这些大欢喜天赐予的紫色 魔器 笼罩在种子倒火器队之上 那些火器手们 陡然爆发出奇声怪叫 然后便精力充沛 战意高昂 急不可耐装填弹药 瞄准夜旋 砰砰砰 上万把火器骑射 但打出来的弹丸 比之前更加精准 威力更大 这就是妖刀村正的天魔之力 狂热嗜血 能让一支部队集体 陷入嗜血状态 渴望杀死敌人 品尝甜美的血肉 配合上支田信长 对火器队的恐怖统帅加成 这一次骑射 换了任何原因修饰 都能瞬间打得对方陨落 就算是原因巅峰修饰 例如灵狐狱 黄月容这种 也能瞬间打得对方重伤垂死 这就是火器课修饰的威力 而且还很不容易躲闪 毕竟上万把火器骑射 能打出一个 覆盖面积极大的火力网 前面还有支田信长 和真田信村 两大爵士高手 死死缠住你 这当真是一招威力巨大杀招 但 叶轩这种怪胎 肯定是不怕这种火器骑射的 他面色坦然 硬吃了这一击 扑扑扑 至少数百颗弹丸 打入了叶轩的体内 但叶轩融合七根祖龙黄骨 堪比化神七老怪的变态身体 硬吃了所有弹丸 再轻轻一挺胸膛 弹丸都纷纷落下 落阴缤纷 如花如雨 怎么可能 支田信长目光涣散 下巴险些脱落 好机会 真田信村一挺神兵 狠狠刺向叶轩的夜下弱点 他以武入道 踏破虚空 当真有长板坡 在曹军百万兵之中 杀得七进七出的胆色实力 但 叶轩轻轻一挥手 既然你们这么烦人 那就别怪我关门放狗来啊 他的袖子中 轻轻冒出一道光 落在地上 摇身一变 就低一滚 一头硕大无比的狮子 啊呸 是类似狮子的猛兽 猛然立起 他懒洋洋伸了个懒腰 猛然仰天怒吼 发出一声震撼敌胆 地动山摇的吼叫 凶兽朱怀 这玩意一出场 整个东宁岛战场上 瞬间呆若目击一大片 以支田信长 真田信村为首 无数原本信誓旦旦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东宁战国兵 瞬间万连猛逼了 叫声还那么可怕 我 我的妈呀 朱怀产妹给放自己 出来的主人叶玄 送去比哭还难看的魅笑 再兴致勃勃转过头 去看自己今天的菜单 没错 就是菜单 开胃菜 前菜 主菜 配菜 饭后甜点 在吃上面 朱怀是个讲究人 该有的程序 那是一个都不能少 他今日的菜单 便是眼前这些 貌似很牛逼的战国大名 武师 朱怀撇撇嘴 一脸嫌弃的样子 主人 我还以为你打伤打死 跟多厉害的人打 才急着 要出来吃一口 原来你跟这些小辣鸡打 我一口一个小菜包 知田信长 真田信村 战国武士 你欺人太甚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们在很认真 与你的主人战斗爷 你这又像狮子 又像牛的四不像 凭什么一蹦出来 就群朝我们 嘲讽我们实力差 还一口一个 第1025章 是神 打他 要加钱 东赢群雄 感到自己的自尊心 被这头奇丑无比的怪兽 给按在地上摩擦 三星 知田信长表示 叔叔能忍 婶婶也不能忍 摇刀一挥 猛烈开火 上万火器 再次怒吼起来 这次加入大合唱的 还有足足十尊 东营导研发的火炮 名为大桶 大桶的威力巨大 能覆盖住数十丈范围 没有任何火口 寸草不生 哄哄哄 知田信长对火器兵力 具有极大加成 加上摇刀村镇的威力增幅 更是相得一张 威力无穷 朱怀原本有轻视之心 结果这一下就被火炮和火器 来个彻底覆盖 打得烟尘四起 知田信长仰天狂笑 那丑陋的灵宠 还敢嘲讽我东营兵 这下永远消失了 谁知 从灰尘之中 猛然跃出一头猛兽 正是灰头土脸的朱怀 他一下便跳到了 知田信长的火器兵中 大嘴一张 阿乌 足足十几个火器兵 就被他吞噬下肚 朱怀一时不慎 被打丢面子 凶性大发 开始疯狂吞噬进食 我这颗受伤的心 唯有美食能治愈 阿乌 阿乌 他所过之处 人人自危 瞬间被吞噬了数百士兵 那些士兵都一瞬间 人间蒸发在朱怀的血盆大口之中 朱怀这饕餮凶兽 真不愧是一介凶兽 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如推土机闯入一群小鸡仔之中 连吃带拿 吞噬一切 他自身的气息 也在不断吞噬之中 疯狂增长 这就是朱怀最可怕之处 他出现时 修为并不高 只要不断进食 不断吞噬敌人 便可无限成长 叶玄之所以肯放他出来 岂能没有后手考虑 朱怀如今修为 已经化神中品 尽管 才进入中品不久 境界还不稳固 估计要吞噬的敌人很多 才能中品圆满 考虑进入上品境界 特别是此地 也没有朱怀最爱吃的修饰 先美多之灵气族 只有战国大名 猛将等臭男人 朱怀宇 好在盛在亮大馆宝 数之不尽 用之不竭 虽然吞掉一个两个 对朱怀境界修为 提升帮助极小 但架不住人海 战术茫茫多呀 那么 朱怀就有可能 突破化神上品 叶玄迟早要攻打 扶桑神木这最后的堡垒 那提前让朱怀吞噬敌人 提升修为就 意义很大了 朱怀疯狂在人群中肆虐 无人能挡 无人是他意合之敌 知田信长 和真田信村对视一眼 又惊又怒 他们想不通 眼前这年轻人 为何底牌如此之多 层出不穷 这古怪的凶兽 一看就很不好惹 快 呼叫女神降临 知田信长 声嘶力竭吼道 一名在他身后 默默无闻的神道教僧侣祭司 沉声道 女神此时正在坐镇 扶桑神木之上 全力炼化 那头背负的东海龙地 尽快给扶桑神木 提供养分 神木的第六根树叉 很快要恢复了 这代表我们的实力恢复速度 远远超过预期 不过 女神分身乏术 肯定不可能本体降临此地 西河女神 此时正在坐镇 扶桑神木之上 应付三头海龙王 哪里有时间精力 来对付区区叶玄 知田信长愣了一下 艰难道 可任由这邪修 和这头凶兽肆虐 我的部队 可支撑不了多久了 那大字冷笑一声 现在是 讨厌你第六天魔王 对神女和主人忠诚的时候 你们无论想什么办法 都必须拖住这叶玄 确保树肥源源不断运送过来 送入扶桑神木之下 神女神欲试 无论如何 坚持到天黑 她就有办法 能确保第七根树叉长出来 第七根 知田信长 真田信村 两人大喜过望 仰头看看 远处百里外 依旧清晰可见的扶桑神木 那是整个扶桑岛的精神支柱啊 昨日 被帝骏砍得光秃秃 只剩下七风苦与三根树叉的扶桑神木 在各种血肉术肥大欢喜天 直接支援的帮助下 居然一夜之间 已然恢复到六根树叉 其中 五根完整状态树叉 还有一根不完整的树叉 远处 还有其他大明在押送树肥 陆陆续续列队而过 送往扶桑神木 这两个扶桑大明 眼中顿时炽热起来 仅尊神域 杀 两人再次翻身 杀入战阵 那两个祭司 也随之浮空而起 他们作为西河神女派来监视的监工 此时也看出事情紧急 不能再做事夜旋派出的朱槐 肆意妄为 疯狂吞噬东宁武士 两个祭司 联手打出了一波惊人的神道操作 几个少女被推倒在地 随即凄惨被杀 鲜血 染红了地面 两个祭司念念有词 一道光芒从地上升起 浓郁的魔气 令人作呕 两头巨大无比的士神 从虚空之中 渐渐浮现出 两个士神 看到眼前少女的祭品 贪婪起来 一头较大的士神 二话不说 直接捞起少女尸体 一口咬下去 少女尸体 随即被邪魔吞噬殆尽 另一头士神 没有抢到多少祭品 极其不满 怒火中烧到 献祭的祭品 实在太少了 两个祭司吓得后退一步 急忙辩解道 我们马上让人送来 太迟了 士神猛然一把抄起 召唤自己的祭司 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 咳崩脆 无头的尸体 鲜血喷涌如喷泉 见得士神身上 到处都是 这真是神道教中 最恐怖的一招 召唤士神 士神 比恶鬼厉害 但比神灵又差不少 相当于介于 神鬼之间的刺神 或者说是丛神 东营岛上 号称八百万神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反射召唤者后 那时神的怒火也平息了 问声问气 对领头的祭司道 你找我们过来 到底什么事 祭司颤生意指 正在场中肆虐的朱槐 请你们去拖住他 只要一会就好 两头士神 远远看了一眼朱槐 对视一眼 祭司信心满满道 怎么样 你们作为女神 最强大的士神 收拾这头凶兽或许困难 但困住他 应该没问题吧 两头士神突然怒吼道 得加钱 祭司 完全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召唤出来的士神 看到这玩意 就大喊加钱 第1026章 士神哭了 我就不该来 两头士神一头一尾 将他抓起来 然后 毫不客气 用力一撕 五马分尸见过没有 现在这倒霉弹祭司 遭受的酷刑 就是五马分尸啊 他瞬间上半身 与下半身分加了 现场 鲜血飞溅 惨烈无比 祭司死得极其不甘心 他们为什么要加钱 为什么 士神所要的供奉 祭品数量多寡 是与祈祷者的要求相关的 要求他们办的是难 祭品也要得多 要办得简单 祭品就少 难道 那头怪兽的难度 是两头士神都没有把握对付的 他已经没法思考了 永远进入了士神的肚子 两头士神杀戮一番 掠夺血肉之后 终于将目光落在了 不远处的朱槐身上 嗯 虽然召唤我们的是蠢货 但这混账比我们还能吃啊 是啊 我们只敢一次性吃掉几个少女 加两个祭司 他却敢一口吞掉数十个人啊 真是让人不爽 干掉他 两头士神疯狂扑向朱槐 气势 极其疯狂嗜血 哥哥哥 卑鄙的外乡人 让我来品尝你的血肉吧 在东营岛上 是我们士神的天下 是神道教的天下 正在士兵群中大砍大杀的朱槐 感受到了两头士神来袭 却眼皮都懒地抬一下 甚至露出不屑的哼哼声 知田信长 真田信村 看到两头恐怖的士神 扑向那令他们头疼的凶兽 精神一震 震臂一呼 女神的士神 前来助战 士神来了 我们东营的士神 威力无穷 啊 真的吗 士神 我第一次见到 真的士神啊 好厉害 好威风的样子 士神一出 什么中土的妖兽 统统要被吞噬了 东营武士 农兵们心情激动 疯狂呐喊 然后 叶玄掏了掏耳朵 叹了口气道 哎 井底之蛙呀 然后 朱怀眼皮不抬 猛然一吸气 这一小口气 瞬间如同风神榜中的哼哈二将 能将人吸走吹走 那般神通广大 一头人高马大的士神 二话不说 直接被吸入了朱怀的鼻孔之中 然后就 没有然后了 朱怀仿佛牛角牡丹般 咀嚼两口 静止吞下肚 吞下肚 下肚 上万激动不已的扶桑倒武士 一个个目瞪口呆 万脸猛逼 直接吃了呀喂 你当这是什么 你的草料吗 饭后点心吗 这可是我东鹰最强大 最能打的士神 你好歹给点尊重行不行 就这么吸了口气 直接吞了可还行 另一头士神 发出惊恐万壮的尖叫声 那声音之凄厉 仿佛一个遭遇了毛贼壮汉的娘们 看到自己的闺蜜同伴冲上去 却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就被吞掉了呀 这种感觉 让士神也很慌啊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所谓士神 其实不过是前来响应祭祀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邪神 祭品供奉固然重要 但自己的老命 才是最要紧的 命都没了 要祭品供奉又有何用 但 那朱槐却两眼放光 将头转了过来 这些普通士兵 啃起来没个卵意思 就算啃一千个一万个 也休想突破 倒是这送货上门的士神 当才相当于原因上品修为 有点意思 再来一个 叶玄这才知道 刚才千里送人头 送货上门被朱槐吞掉的那个士神 是相当于原因上品修为 在东营这一亩三分地上 原因上品修为 已经算是很厉害 可以横着走的修为了 但 在叶玄的眼里 这还远远不够看啊 原因上品 是什么 狗粮 猪撕料也 给猪槐塞牙缝 都嫌小啊 那仅存的一头士神 疯狂逃亡 还气急败坏尖叫 该死 你们这些人都该死 这是什么怪物 至少也是化神器怪物 你们居然妄想用几个人 就让我们去对付这化神器怪兽 这不是故意害我们 知田信长 真田信村 原来你是这样欺软趴硬的士神 他们更呆滞的是 叶玄随便放出来的灵虫 居然如此威力 连士神都吓得转头就跑 可惜 不挑食的猪槐 已经对士神的滋味念念不忘了 矮子里拔将卷 在东营 这平级的土地上 能啃到一个原因上品修为的士神 已经是极大滋补的美味了 如果不珍惜这食物 那连这个也跑掉了 怎么办 猪槐疯狂追击 速度如电 一头扑倒了士神 一爪子狠狠抓上去 将士神死死固定在自己爪下 整个过程 速如闪电 如一头猛虎 追击一头羚羊般 那么迅捷 浑然天成 理所当然 在东营人看来 凛然不可侵犯 高高在上的士神 却如此凄惨地 沦为了夜玄灵宠的甜食 被人家一口追到 慢慢享用 简直颠覆他们的三观啊 无数人 呆若目击 朱槐笑嘻嘻 狠狠舔了一口士神 仿佛现代人 再品尝一块 巧克力冰淇淋蛋糕 再舔着外面的一层奶油 嗯 朱槐发出了一声 陶醉的嘀吼 对士神的味道很满意 那士神 却吓得魂不附体 淒厉尖叫 救命 救命啊 我就不该来 东营武士们 他们已然彻底被吓傻了 夜玄哭笑不得 快吃吧 还要干活呢 朱槐一口下去 咬掉了士神的头颅 士神无头的尸体 徐徐坠落在地 朱槐美滋滋 慢悠悠一口接一口 将士神彻底吃掉吞噬 东营大名武士 怎么办 军团 军心动摇啊 目睹了自己信仰的神道教 最强士神 居然被这怪物 一口接一口吃掉 谁不崩溃 三观都崩了呀 朱槐又扑向了军队 这一次 东营岛的军队 终于彻底崩溃了 无数人转头逃亡 连神道教士神 都扛不住这凶手 凭什么有我来扛 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一旦军心动摇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兵败如山倒 朱槐在后面拼命怒吼 吞噬 知田信长长叹一声 手持妖刀村正 也转身要离开 真田信村怒吼道 你这叛教者 女神神域还未贯彻 便要临阵脱逃 知田信长苦笑道 你也看到了 事情不可为 还是早点逃亡 保存有用之身 更要紧啊 第1027章 横扫战场 一起当千 真田信村怒道 岂有此理 我去挥挥这头畜生 他一跃而起 凌空如大鸟投铃 扑向了朱槐 朱槐大口一张 叶玄不管这一人 一兽如何激战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那里 是又一个东营大名 在押送着一群树肥 向扶桑神木运输啊 叶玄怎么能允许 这种事发生 切断一切供应 扶桑神木的树肥 便是快速而稳定的 击败扶桑神木派的 不二法门啊 叶玄展开凤凰之意 飞速而去 这一队伍 领头的大名叫松本秀长 他做梦也没想到 神女神域之中 明明说得清楚 混入东宁岛的奸细 已经被知田姓长 武田姓玄 真田姓村三名绝世强者 联手压制了 何况 还有女神的神女 妻子小姐参战 这奸细 怎么会如此神速 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来不及多想 便被叶玄丢出的布周山 凌空砸出脑浆 可怜的松本 眼球都飞了出去 面对这些寻常的大名 武士 叶玄真的是杀人如割草 完全一脚一个 纯粹刷好出来了 这队押韵部队 只坚持了不到一炷香时间 就彻底土崩瓦解 死伤狼藉 叶玄将被抓住的树肥 统统释放 那些无辜老乡 千恩万谢 逃顿而去 叶玄这才听到朱槐的低吼声 他返回之前的战场 发现朱侯已经毫不客气 将知田姓长和真田姓村 一起吞噬了 阻击他的部队 伤亡惨重 实不存一 朱槐正蹲在一条河边 舔着喝水 呲牙咧嘴 吃撑了 要喝点水 叶玄 这一仗 朱槐足足吞噬了 一万五千多扶桑兵 光是给叶玄带来的贡献值 就高达二十万 叶玄观察了一下朱槐 这祸吞噬如此之多敌人 虽然小菜比多 但又又又快要升级了 叶玄嘴角微翘 这恰恰是他图谋极大之势 在帝君装逼 不成反被老婆打 被迫退场之后 联军方面实际上 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那就是 没有了能打破扶桑神墓的 绝对强势攻坚力量 在西河女神召唤之下 大欢喜天再次不遗余力增援 扶桑神墓 如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威能 联军方面 连总司令东海龙地 都深陷淋雨 陷入被困绝境 短时间要攻破扶桑神墓 几乎不可能 叶玄却不能做事这种事发生 他一直在谋划之势 便是出动自己手下最强战力 当然 叶玄这样做 也要冒极大风险的 叶玄仰头看了看 东海万里无云 湛蓝天际 叹了口气 最大的变数 便是天道了吧 朱淮这逆天挂逼 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 还没有被天道神雷劈死 因他吞噬了敖广的龙躯 借以掩盖自身一界气息啊 可如今 他是化神中品 如真的突破了化神上品 敖广的气息 多半就掩盖不住 他真实身份了 毕竟敖广 才是化神中品修为而已 这就好比一只兔子 能躲在灌木丛中 一头大象 就很难复制这套路 但 叶玄已然下定决心 便是朱淮被天道发现 也要将扶桑神木派灭了再说 所谓底牌 该用必须用 灭杀强敌 那叫深藏不露 否则一直留到自己死掉还没用 就是傻 逼了 从大欢喜天如此重视 西子和扶桑神木派 数次不惜大好功力修为 也要增援 撑腰来看 他对扶桑神木 这唯一的桥头堡 叶玄猜测甚至 大欢喜天 已然在策划下一次入侵了 扶桑神木派 必然在其中扮演 极其关键的角色 叶玄叹了口气 对朱淮道 去吧 吞掉东北 一支大名的军队 他们又来押送树肥了 好 朱淮本就是饕餐性格 怎么都吃不饱 听说有更多小虫子送货上门 如何拒绝 自然是美滋滋答应一声 一溜烟飞跃而去 叶玄目光低垂 隐藏在渐渐浓重的黑暗之中 他展开神石 极力扩展 搜索任何向扶桑神木 运送树肥的军队 人群 又发现了一支 叶玄冷笑一声 冲天起 扶桑神木 最高处 此地乃是一处浑然天成的树屋 乃是扶桑神木最关键的 神木之星所在 西河女神 须须睁开紧闭眉眸 吐出一口浊气 他身上的伤势 依旧惨重 帝君昨日下手极重 没有留守 他只差一点便死掉 但西河惨白的胶叶之上 却浮现出一抹 极其兴奋疯狂之色 淡淡道 西子 你追杀那小贼回来了 人头呢 西子衣衫破烂 狼狈不堪 跪在地上 咬牙切齿 母后 我失败了 西河女神美眸大张 满满都是难以置信 沉默许久 他才朱唇清起 冷冷道 你乃是化神中品 我又授权你 调动最强三支大名军队 那小贼 却被我最后一头三足精乌鸿鸡捶死 实力大损 你居然输了 发生了什么 事无巨蟹 给我一一道来 是 西子忐忑不安 他知道 母后此时心情极度不好 战士极度不利 四处吃紧 派他去杀叶玄 乃是最时拿久稳一次行动 他自己也很笃定 谁知 却演变成一场惨败 西子 将自己调动大军 亲自动手 扶杀叶玄却惨败地经过一一说了 重点强调 女儿惨败 因为不知道 天帝居然将日缅号角赏赐给叶玄 他召唤三足精乌 如母后昨天大显神威斑 将女儿一举击败 但总归是女儿输了 辜负母后信任 请母后重重责罚 哼 西河女神美眸中 闪过浓浓恨意和杀意 这小子 昨天就坏我大使 救下帝君 否则我方早已大获全胜 今日又屡屡斩断各地输送数肥队伍 使得扶桑神木复苏进度大大拖延 若非是他发现我们的秘密 此时扶桑神木第七根树叉 都重生修复了 西子果觉寒声道 女儿再去一次 拼了命也要杀了他 不必了 西河女神冷笑道 虽然他给我们造成巨大破坏 但主人刚才再次不惜耗费巨大神力 直接输送在扶桑神木上 神木已然恢复了六成实力 第1028章 西河奸记 龙弟被困 帝君被我牺牲你十个兄弟 一举重创 短时间内不可能前来增援 东海龙弟那老东西 吸取能量的大号数匪 西河女神舔了下美艳风鱼的凤唇 美艳不可方悟道 哥哥 虽然这头万年臭龙拼死反抗 但区区两个时辰内 就会被神木吸干 神木就能恢复长出第七根树叉 剩余的连军 要攻陷我们 绝对不可能 而主人已经许诺 他会尽快再次派遣分身前来 主持反攻 我母女 虽然付出极大代价 你十个兄弟都陷阱了 但终将 手得云开剑月鸣 西河女神奉魔微红 声音激荡 高炕起来 风雨美艳的凤唇 豁然站起 是 西子也心情激荡道 好一场母女情怀激荡 信心满满地宣誓 可惜大杀风景 此时一个弟子 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来 报 叶小贼偷袭了我运送树肥的 于喜多本家队伍 于喜多本家 和五千精锐 五世战死 西河女神钻井粉拳 虽然早就知道 这叶小贼会造成破坏 但还是好气啊 又一个弟子跑了进来 惨豪道 报 叶小贼派出一只怪兽 袭击了我运送树肥的 风尘秀吉大军 风尘秀吉被活活吃掉 三万人精锐 被吞噬大半后溃散 西河女神痛苦闭上眉眸 叶玄就如同一只蚊子 东边搞搞 西边搞搞 总是搞得自己心烦意乱 每一次损失 都不能算是伤筋动骨 但加在一起 损失就很惊人了 这些扶桑岛上的大名 都是西河女神的傀儡 都信奉神道教 死了一两个 西河女神并不心疼 但叶玄已经将主要的大名 统统杀光了呀 这就很恼火了 西河女神以后 要如何传达自己的神谕 以止气使 让各地大名 给自己上攻各种物资 活人 如何源源不断向自己陷阱 这已经超过了 西河女神的容忍底线 可恶的小贼 母亲 不如我再次出击 不用了 西河女神脸色阴沉如铁 你打不过她 什么 西子震惊 西河女神冷笑道 光是她那头原本属于主人 偷运到地势天 却被她驯服的朱槐 你打得过吗 西子难堪低下头 半赏才不甘心摇头 我不明白 为何这小子能收服朱槐 连主人都做不到啊 主人也只能利用朱槐 脚乱削弱地势天高端战力而已 西河女神冷冷道 多亏主人不惜代价 直接贯注神力 扶桑神木实力恢复极快 只要再坚持一天 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叶玄以为斩断束肥输送 便可让我绝望 就大错特错 让她吃去吧 她嘴角微翘 绍腹风韵美艳迷人至极 偏偏有蛇蝎心肠 反差极大 她脚下的扶桑神木 伸出六根树叉 将东海龙帝死死困在 每一根树叉 都刺入龙帝龙体之中 如马皇毒蛇 疯狂吸取血肉能量 第六根树叉 完全伸展开来 第七根树叉 也渐渐长出 猛然刺入龙体 东海龙帝发出一声惊天动地 灵魂深处 备受折磨 痛苦至极的嚎叫 响彻海天万里 远处 联军方面 东海龙母交集万分 呆呆凝视着保护罩中的扶桑神木 跺着脚 如同热锅上蚂蚁团团转 啊 龙鸡你快看 扶桑神木上 又要长出新的树叉了 眼看昨天被打得光秃秃的神木 居然长出了第七根树叉 关键是你父皇 他还被困在扶桑神木上 多长出来一根树叉 便刺入他的龙体中 吸取血肉能量 你父皇气息越来越微弱了啊 这绝美龙族王后 眼眸通红 师生痛哭起来 叶小贼 叶玄那家伙 到底在干嘛 他潜入扶桑岛上 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怎么还没救下你父皇 一旁的龙鸡 不停安抚龙母 母后 你不要着急啊 叶玄为了拯救父皇 肯定正在浴血奋战 想尽一切办法呢 此时 三个海龙王垂头丧气 便回人形 回到阵营之中 东海龙母急忙上去 三位兄弟 你们大哥怎么样 何时能救出来 三个化神中平的海龙王 无奈对视一眼 不敢看东海龙母的眼睛 你们倒是说话啊 这是你们亲大哥 东海龙母气急败坏道 老二男海龙王苦涩道 大嫂 实不相瞒 我们三个已经竭尽全力 营救大哥了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化成龙形 疯狂撞击护盾 灵气都后光了 但无济于事啊 西海龙王手一摊 大嫂 这扶桑神木 真是不愧是天生防御极品神物 护盾太坚固了 我等爱 爱莫能助啊 西海龙王脸色灰败 目光焕散道 大哥 就不回来了 什么 东海龙母一屁股坐在地上 失魂落魄 突然眼面大哭起来 我不信 你们平素总说什么 我龙族无敌 你们四兄弟 纵横天下云云 结果围攻一个 被打半残扶桑神木派 还要折损你大哥进去 我不信啊 你们肯定是出宫不出力 想着取而代之是不是 三海龙王脸色铁青 大嫂这嘴啊 太臭了 如果换了他人 此时早已拂袖而去 好在他们也知道 大嫂身份高贵 又嫁入豪门 素来养尊处优 从未遇到过什么大事 所以遇到大哥遇害这种事 才会口不择言 如此失态 我们略微回气 稍事休息 便再去作战 南海龙王深吸一口气道 不救出大哥 事不罢休 虽然三海龙王都拍着胸脯 表示会拼命尽力 但龙母 龙旗都听出言外之意 龙殿 父皇 这对母娇女燕的龙族母女 欺然望着 被困在扶桑神木之中 被气根巨大的树叉 狠狠刺入体内 疯狂吸收血肉灵气的东海龙弟 哭得梨花带雨 涕泪横流 他们不知道 如果失去了东海龙弟 他们 东海龙族的命运 将是什么样的 母后 还有夜玄 龙脊脑海中 突然闪过了夜玄的脸 斩钉截铁道 第1029章 唯一希望夜玄 大妖鸭天狗 夜玄 靠她 龙母嗤之以鼻 她如今也被困在这阵法之中 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我看她 还是自求多福吧 龙脊冷哼道 我才不信 夜小贼一定能逢凶化吉 救出父皇大 此时 南宫赵 东方西凤 十二月神纷纷落下 他们也冲到了扶桑神木之上 试图打破域外天魔的保护罩 冲进去救援支援夜玄 几个姐姐 怎么样 龙脊此时也顾不上跟夜玄的嫂子 美丫鬟们 不行 南宫赵美眸凝重 这十三血柱阵 应该是大欢喜天谋划已久的圈套 极其坚固 覆盖整个扶桑岛 自从夜玄进去之后 那妖女便开启阵法 我们都无法进入 这么说 除了夜玄之外 谁都无法进去了 龙脊心里凉了半截 至少在保护罩被彻底打碎之前 谁也别想进去 东方西凤一摊手 面色发苦 啊 龙脊咬紧牙关 泪水不争气滚乱下 夜玄 夜玄 你一定要安然无恙回来啊 不然 不然我就恨你 众女此时也顾不上 与小性子的她斗嘴 都凝视着坚不可摧的血色护罩 陷入深深忧虑沉思之中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里面的情形 夜玄正在扶桑岛上 浴血奋战 破 她手持真武焚魔剑 一击 斩落迎头冲击而来的猛将人头 来将 乃是号称北国之龙 勇猛无比的柴田盛家 柴田带血的人头 冲天起 怒目原争 似乎难以置信 自己居然被这小贼一个回合斩杀的残酷事实 她的个人修为 已经达到了原英中品 相当于一个原英中品体修 她曾经一人一马 杀入敌队的武田家大明军中 斩杀超过二百 连一头原英下品的山鬼 都被她赤手空拳打死了啊 怎么遇到这小子 身法如鬼 一下子躲闪她大刀开去 随即就顺势一抹 她的人头就飞起来了 无头的尸体 在战马上奔驰许久 终于茫然停下 足足一炷香时间才失去支持 终于坠地而亡 押送数千数肥的柴田军 顿时势气崩溃 上 叶玄一挥手 朱怀猛然扑出 落入人群之中 哄 光是巨大的冲击波 便阵地这些柴田军东倒西歪 站立不稳 朱怀嘿嘿一笑 一口深深吸 当时便有数十个东营士兵 被她吸入口中 惨叫声 咀嚼声 不绝于耳 朱怀狂笑着一个劲吃着 柴田军迅速溃散 四散而逃 树肥们也因此得救 感激涕灵给叶玄磕头 飞快逃走 突然 一个亮亮呛呛 似乎吓呆的柴田军 似乎昏了头 不知东南西北 逃到了朱怀的身边 但 她下一秒 陡然疯狂发难 她的武士刀 变成了一道风锐血色的尖刺 狠狠刺入了朱怀的要害 朱怀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 叶玄心中一领 这东营武士 居然能伤到朱怀 朱怀 痛苦不堪 壮如风虎 要追杀那人 那人一击的手 咯咯狂笑 瞬间散发出 极其恐怖惊人的气势 她的骨骼身体 猛然变大 变大 变成一个足足一仗有余的 巨大鬼物 背后 长出了一对 黑漆漆的恐怖骨翅 双手双脚 也变成了爪子 最害人的是 她戴着一个血色面具 鼻子长长如同乌鸦 下面獠牙风锐 血迹斑斑 这鬼物的气势 也全面爆发了出来 化神 夜旋目光一闪 来袭的鬼物 赫然是个化神漆鬼物 正如之前说的 扶桑岛豪歹 乃是南北三千里 东西上千里的大岛 人口数千万 神灵更达到 骇人听闻八百万 这些神灵鬼物之中 出现个别的化神漆 一点不奇怪吧 在中土大陆上 都诞生了 绿牛蛮王这种化神漆妖怪 只是东营岛的鬼物 如同他们的神灵溪 和女神一般 都是狡诈阴险 擅长偷袭 才让朱淮一下子中招 我乃鸭天狗 那红色鬼面鬼物 冷笑一声 敢入侵我扶桑岛 便要被我吞噬 朱淮怎么会将这鬼物 放在眼里 怒吼一声扑了上去 鸭天狗展开双翼 飞驰而起 黑黑奸笑而去 朱淮怎么啃人 追击而去 夜旋目光一闪 这估计又是 西河女神的杀招吧 她扶桑神木派 乃是统治这扶桑岛的神道教 绝对正统 无论是正邪力量 都归她统治 不光此地的大明 猛将 僧侣 要听她命令 连鬼神也要听她的提掉 除了世神 鸭天狗 神灵鬼物还多得很 她这是打算 将我困死在此地 通过人海战术 源源不断而来的鬼物 能让我应接不暇 可惜啊 夜旋嘴角微翘 冷笑道 这反而正中我下怀呢 你覆灭之时 想起这一招 就会感慨 自己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她断鹤道 肃杀鸭天狗 还有其他鬼物 夜旋也展开凤凰之意 冲天起 鸭天狗 嘴角微翘 冷笑 这蠢货 她非但不去救援 东海龙帝 反而跟我们纠缠 这正是西河女神 想要的结果呀 东海龙帝生命垂危 就算她化神 中品修为 也顶多再称一个半时辰 就会被扶桑神木 彻底吸收 炼化 扶桑神木 就能恢复全胜 这小子到时候 必是修为再逆天 也要死 她睁开一双协议鬼谋 宁笑不已 小子 来吧 追我呀 西河女神给鸭天狗的任务 便是拖延时间 拖住夜旋 主人开启了全导保护罩之后 夜旋便是唯一的不稳定因素 心腹大患 只要将她按住 拖住 无论什么代价 都是值得的 炼化东海龙帝 才是西河神女头等大事 西河神女给鸭天狗下令是 无论你多有把握 都不需主动出击 只能拖住夜旋 记住 不要被夜旋表面修为迷惑 她乃是半猪吃虎的大高手 鸭天狗虽然不以为然 但也严格执行命令